接著要繼續來請教期貨達人博安勞 很多的投資人其實平常上班都很忙 那也沒有辦法時時刻刻的盯盤 甚至有的朋友想要看股票的 他還要偷偷跑去廁所 沒有辦法一心二用 那到底要怎麼打造適合自己的交易模式 我們今天來分享一個 我們成功的客戶案例 那因為像前面已經分享過很多的看盤技巧 或者說看盤的一些觀念 但是到底要如何運用到交易上面 那像這個客戶其實他在我們這邊開戶很多年 他最早其實做股票跟大家一樣 他是一位醫生 他是一位醫生 他是一位腎臟科醫生 組織醫生非常非常的忙 那他要怎麼看盤 對 所以他成功非常不容易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大家都可以複製的成功案例 他最早其實做股票 做股票要做了二十幾年 後來因為想要投資國際的商品來成為我們客戶 那來成為我們客戶之後 其實前面交易這兩三年是非常穩定的在賠錢 他賠錢 前面兩三年都賠錢 這有什麼好拿出來說嘴的 那他那時候交易的一個關鍵的轉折 就在2020年的時候 他來參加我們一個國際趨勢的講座 那他才在參加講座的時候呢 他就看那個贏家的客戶在上面 那因為那個贏家客戶那一年大概賺了六千萬 用兩百萬賺六千萬 兩百萬賺到六千萬 一年的時間 他看到一個交易人在這邊分享 那他看的時候其實心裡非常的衝突 因為那個客戶分享的非常的輕鬆 他說其實我就做到什麼樣的行情 我就賺到這些錢 但是這位醫生呢 其實他每天下班之後呢 他到回到家裡 他大概花兩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在電腦上面 他在做什麼呢 他有訂一些國際的一些媒體資訊 或說Brimber這些東西 所以他是看財經網站 對 他會自己把這些東西整理成他的交易計畫 那打成一次後表 這樣很用心啊 對 他花了非常多時間 所以他覺得說他花了那麼多時間 可是每一年還是很穩定的賠兩三百萬 對 這個台上的交易人好像他沒有花很多的時間 可是交易卻做得這麼好 對 所以那個時候對他來講是一個非常大的衝擊 於是他就來找我們 他希望做一個比較大的改變 那那時候其實我們做了很多深度的溝通 那時候溝通下來 我們大概得到兩個結論 第一個他當利用資源的人 他不要再自己去整理資料 那第二個呢 要適度的等待 很多機會都是等出來 那其實那個時候啊 我們第一個掌握到的標例 是2020年的玉米 玉米商品啊 對 那時候大概在五月份左右 我們抓到那一波轉折 這邊是2020 2020年 為什麼這邊會出現轉折 其實那一年很特別 那一年叫做反生因年 所謂的反生因就是 冷的時候特別冷 熱的時候特別熱 像那一年啊 大家特別有印象就是陽明山有下雪 對 那那個時候呢 其實農產品已經打了個十年的大底 那剛好天氣又支持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就在這個位階呢 我們就開始做多 玉米那時候大概340 那大概做多了八個月 這裡一路往上去噴了八個月啊 對噴了八個月 很驚人耶 對 其實光這一段行情 他大概就用300萬賺了五六千萬 那已經翻倍再翻倍了 對 當然中間有很多的過程啊 像那個時候我們印象很深 有一次大概在這個時候 大概在這個位階的時候 那時候農產品公布一個數據 叫WSD的數據 那天剛好他只夜班 那時候他手上其實已經有十幾個部位了 他說半夜打開來手機看 哇他每個部位啊 都獲利好幾萬美金到十幾萬美金以上 上面獲利太突然爆增這樣 每個部位都獲利這麼多 那其實就是用對工具 對 那在這一段行情掌握完之後啊 那我們就在等待下一個交易機會 對 那因為那個時候其實全球原物料都已經漲起來 連那個運價都在漲對不對 對對對 那就開始已經有點通膨 通膨這個形容詞出現了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合理的預期說 可能會利用強勢美元來抑制通膨 美國的行為會這樣 所以我們下個標例轉正到美元指數 這邊大概是2021年的五月份 這裡從2021 所以我們他做完了玉米之後 他轉正美元指數 對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故事的一個發展 所以那時候美元做得早 那美元指數從90就一路做到100多 這邊就讓他從幾千萬獲利到1億 所以他現在就變成說 光是靠美元指數 就賺進了上億身價 對 從幾百萬到幾千萬透過原物料 對 那從幾千萬變成1億 而且他只掌握了兩個商品 一個是玉米 一個是美元指數 最核心是掌握這兩個 好 那除了這個贏家的這個 我們所謂的醫生 他工作那麼忙 那一般的投資人 到底能不能複製這樣的模式 因為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之下 我們還能去做這兩個商品嗎 當然現在這些行情都已經漲大 現在玉米又跌下來 現在又跌到快到成本區了 所以下次再出現可能有天氣啊 工序的狀況 當然也有這樣的機會 對 對 但我覺得這個案例是告訴我們 就是說 我們如果說先把策略擬定好 那等待機會出現 那這麼忙的醫生都有機會成功 我想大家都是有機會 好 這位贏家 這位醫生 他的交易模式也幫大家做一個統整 到底有哪些自勝的關鍵 我們大概分成七點 第一個就是說 像很多人想說我們做交易 一定要 可能要一台電腦 很多台螢幕 那這樣交易才做得好 一個看盤式啊 對 可是事實上 事實上這是錯 我們這麼多的贏家 絕大多數呢 他們都是用手機做交易 手機而已啊 用手機 對 用手機 對 因為大家平常都有家庭事業在 沒有那麼多的時間 可以在電腦前面看盤 對 那再講回來 他們其實一天交易的時間 也沒有像大家想像中那麼長 他們一天大概 平均的交易時間 不會超過30分鐘 不會超過30分鐘 對 這個重點呢 大家可能想到這邊就是說 有點難以自信 哇 花那麼少的時間 還可以交易做那麼好 對啊 你這邊寫10分鐘 連我都不信 因為他們不盯盤不短線 重點就是這兩個 不盯盤不短線 然後又可以獲利那麼多 那以這個簡單的交易 10分鐘來講好了 他到底是 開盤的10分鐘 還是收盤的10分鐘呢 我們應該這樣講說 標的先選擇好 方向選定好之後呢 其實這個重點是 要先把交易的計畫先跪好 進場停損停利 這10分鐘其實只是 讓他每天開盤的時候呢 先把他的交易計畫 先把委託單掛上去 掛委託單 對 掛委託單 然後停損掛好 重點是停損一定要掛好 因為交易能夠 100%控制的只有風險 不是利潤 那多掛好委託單之後 其實他手機螢幕就合起來了 對 因為是做波段 所以我們也不需要做盯盤 對 原來是這樣子 那簡單來說 他的交易方式 目前來看啦 手機交易啦 交易10分鐘啦 不盯盤不短線 很簡單耶 對 因為其實盯盤 很多人說我沒有時間看盤 所以有交易不好 其實這個是錯的 因為你越看啊 會越想越多 該進場不進場 該停損不停損 該賣不賣 對 所以 這四個是一個 非常突破大家思維的重點 好 那第五點呢 第五點他的交易 其實非常簡單 因為其實很多人 都花太多的時間 在技術上面 學均線啊 學技術分析啊 可是重點是 你找到一個趨勢型的標的啊 簡單的方式 一招就夠了 一招喔 對 一個簡單的方式就夠了 那這一點是最重要的 這一點是所有贏家 共同分享的 心態跟紀律 資金控管業顏色的停損 對 好 那最後一塊呢 也是突破大家的想法 很多人想說 我在做交易就做台股啊 做國內市場 對啊 國內就有1700多檔可以選擇 對啊 這麼多標的選擇 國內做不好就做海外 可是事實上是錯的 因為國內市場呢 它比較容易受控制啊 就外資法人 控制比例還是很高 算是潛碟市場 對 那海外商品呢 有全球的指數 匯率商品跟原物料 它是全球性都在做的 所以它比較不容易受主力的控制 而且它的延續性 延續性會比較強 對 所以很多客戶發現 海外期貨啊 海外商品啊 等於說發現一個藍海 這是他們分享 好 我們從這一點來 幫大家做延伸 因為剛剛有舉例的是 玉米跟美元指數 那現在還有哪一些商品 會有交易機會的呢 好 其實像這個贏家在挑選標的啊 都有個關鍵的密碼 叫相對位階 相對位階喔 對 要看高還是低啊 好 比如說像這張圖啊 是美股S&P S&P其實現在 因為前幾天還大漲 可是我們重點要知道說 這個標的它從2008年到現在 已經整整漲了700%了 對 雖然空間幅度非常驚人非常大 可是也花了很久的時間 對 花了很久的時間 對 那我們從這個告訴我們就是說 像這些贏家 他們在做這些標的的時候 因為現在它已經漲很多了 它可能也會做多 可是做多的時候呢 部位可能相對少 它不會放重壓 對 畢竟空間已經很高 位階已經很高了 就它上下空間都大 所以簡單來說 它要從700%變成1400% 難度就高了喔 對 可以這麼講 對 那反觀就是說如果說 有出現一些轉折的時候 這種轉折向下的時候 轉折的時候 因為風險一小段 歷任一大段 它可能部位就會放大 對 因為所有贏家都是控制部位的高手 它不會所有時機點 它的部位比例都一樣多 那如果以這個標普來看的話 相對位階 會對應到的商品有哪些呢 不過每股的話大概有分成三個 一個是微型稻窮 那在微型納斯塔克跟微型S&P 那這些商品有個共同性 就它的保證金都非常低 保證金都非常低 像微型稻窮才880塊美金 大概和台幣25000多塊 26000多塊 就可以做一口了 對對對 其實比股價還要便宜了 對 好 這個是微型的商品 那另外一個 因為我們講S&P 你說它位階相對比較高 對 位階高 那也幫大家來看位階相對比較低的 對 中國A50啊 這個可能是往後幾年的一個 大家會特別關注到的一個市場 這個商品從2008年到現在 看你會覺得很無聊 只漲30%而已 對啊 沒有漲多少 對對對 可是相對來講 它的位階就相對低 相對低 所以像如果說這些贏家 在選擇交易機會的時候 如果說這個商品 底部有翻揚的時候 因為風險相對小 利潤相對大 可能利到就 放的部位資金就感覺比較多 所以贏家其實會看位階 特別是商品的位階高低 來放資金 我到底要放多還是放少 對對對 好 那除了位階之外 這些贏家們 到底還有哪一些共同特質呢 好 像這三四年裡面 我們客戶其實獲利最多 大概就是分這三個行情 第一個是新冠疫情 那時候全球股市大跌 對 那第二個是 2020年中旬 農產品原物料大漲的行情 那再來就是 2021年5月份 美元強勢的一個發動 那這三個行情其實 最大的共通性就是趨勢 轉折 所以像 正所謂十四造英雄 絕對是先有十四才有贏家才有英雄 那他們其實就共同掌握到一個趨勢的一個轉折 所以這些贏家的特質呢 這種重點是說 他要找一個有趨勢的標的 先計劃好 交易你的計劃 計劃你的交易 等待行情出現的時候 再把你的計劃拿出來做交易 就有機會成為贏家 簡單來說贏家的特質就是從大趨勢 來看一個比較中期的方向 並且來做資金的投入 這個時候就可以看到投資人 這些贏家們到底是如何抓到轉折的 勇敢進場 遵守紀律來停損停利 謝謝博安今天喔 來分享這個醫生贏家的策略囉 歡迎你回到AI理財王 接著要繼續請教總經營達人鍾俊雄 俊雄趕快來告訴大家 大家都很關注這個議題 美國聯準會已經連續兩次了 利率按兵不動 那現在市場的共識就是說 利率到頂了啊 不會再繼續的升息 你覺得真的是如此嗎 那個佑達我們來看一下 這剛剛是聯準會在9月份的時候 給出了經濟預測 是 這邊我稍微解 這邊整理一個重點出來 好 先講結論囉 經濟增長是上修的 失業率下修 通膨持續下降 經濟可以維持不錯 對 失業率又 從此又可以降失業率 以及通膨又能持續下滑 這不就是最理想的狀況嗎 對啊 那這時候你覺得聯準會要降息嗎 要嗎 當然 他自己是有給出一個降息的空間 他預估明年的利率會落在5.1 這是明年喔 2024的預測 利率會在5.1喔 對 那還是相對高吧 對 可是只要有降息這個動作 對於市場都是一個波動 那我這邊稍微提一下 幫我注意一下這幾個重要的數據 好 明年的GDP 預估落在1.5% 明年的失業率落在4.1 而聯準會看中的核心通膨的部分 PCE的部分 對 落在2.6 2.6 好 我們來看下一頁 好 聯準會最想要達成的目標是什麼 就是所謂的軟著陸 那我這邊舉一下 近期完成軟著陸的次數 相對可 趨子可數 非常的少 那最近的一次就是1994年的時候 那時候完成的軟著陸的狀況 那會造成什麼樣的結果 高利率平原 可以看到那時候聯準會的基準利率 維持還這麼高 就是橘色的這條線 他維持利率好一陣子喔 對 1994年暴力升息之後 然後1995年 1996年 1997年 其實他都算是一個高原區 就算有降息 也沒有降太多 對 當然我們可以看一下幾個重要的數據 美元指數的那時候 是維持一個非常高的水準 可以看到黑色線的部分 而實驗息公債殖利率 他有反映到那個降息的預期 我剛剛提到 只要有降息 你就會有一些預期上的變化 因為他這邊也是殖利率衝高嘛 之後就降很多了 所以我們現在有點在走 這個區間喔 可能 可能 但是通膨呢 可以看到 高通膨是維持非常的久 所以通膨沒有那麼快下來 當然 1994年是這個狀況 他也就是因為通膨這麼高 才要維持 他的利率這麼高這麼久 那時候還有一個背景就是 1990年代是網路時代的發展崛起 那時候才開始有電腦這個東西 對 電腦發展一陣子 但是還沒那麼好用 然後網路更是晚期才出現 而那時候在國內的投資 就是網路帶動的國內的投資 軟軟軟軟是什麼 就是美國經濟沒有出現明顯的下滑 有成功降低的通膨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是聯準會最想要的結果 對 但是在這個情況下 剛剛提到的 利率會維持比較高的狀況 所以你覺得現在 是跟1994年的狀況很像嗎 那是他的目標 但是我認為呢 混難重重 因為現實是很骨感的 好 我們先講現實 可以看一下 我們目前的美債殖利率曲線 是條粉紅色的部分 可以看到是倒掛 可是其實他已經正在收斂 因為我們知道 殖利率本身是要維持正協率的 他不可能長時間維持倒掛 對 目前是倒掛 所以在7月27號聯準會 最後一次升息 因為已經連續兩次沒有動作 美債殖利率是大幅 長天期的部分是大幅的上修 這種情況下 他最後會慢慢的趨平 然後再來就變正協率 可以看到好一點的情況下 就是應該說不是 經濟好一點的情況下 會維持上面的 因為利率不會下來嘛 可是後面還是要往上走 如果是景氣有點變化的話 當然就是降息 然後長天期債殖利率 依舊維持比較高的水準 但是整體來說就是 美債殖利率近期的修正 跟這個 升息到了末期的有關係 好這個是在這個 我們看到的比較理想 跟不理想的狀況 那在債市的部分 因為最近很多人都在買 那個債市嘛 都會認為說價格已經很甜了 你覺得呢 因為剛剛提到啊 倒掛的收斂 其實長天期債券會往上走 那還有一個部分 就是加深這個債券殖利率走高 就是我們的財政部 這是美國財政部 持續的去發行債券 還有過去最大的買家消失 那請問您知道 過去最大的買家是哪一位 過去喔 這個應該就是 美國聯準會囉 對沒有錯 美國聯準會 就是我們過去 美債最大的買家 可以看到財政部 先前常在發了這麼多的部位 都沒有讓那個殖利率這麼高 但是因為財政那個聯準會 要升息的同時 也做一個縮表動作 那他就會停止購債 那大量的債券 甚至公債拍賣 就流入給投資人去買了 那這種情況下 這邊近期的美債殖利率的上升 就跟我們債券跑到市場 是有相關的 不過近期啊 那個財政部做一個動作 他這次第11月份 那個拍賣債券 常債的部分 1120億 是低於市場預期的喔 他有點可能也擔心說 美債殖利率持續的走高 會影響到市場 所以財政部 自己也稍微收斂了一下 開始縮手了 對他可能會增加 他的短債的部位 就是票據的部位去做 他要籌資嘛 他可能就發行 比較多票據的部分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殖利率未來會不會持續影響 可能要看美國財政部 他之後常債的比例 目前來講 他是有點稍微往下 好這個是常債的部分 有看到了公債殖利率的走升 那升息後 美債殖利率的走勢 就是這一條藍色線 持續的往上攀升 那麼這個時候 股市一定是比較大的壓力 因為我們知道 美國本一比是比較偏高的 而現在美債殖利率甚至 其實那個近期我們的CPI數據 低於預期 對又預期了 低於預期 那個是低預期 那造成殖利率又往下降 但是美股就大量的 對他是一個比較反向的走勢 對所以這要我們要注意的是 殖利率的未來走勢 那今年呢 除了股市除了跟殖利率的走勢之外 還有跟我們的經濟狀況 因為大家有印象 第三季我們GDP表現是多少 4.9% 對沒錯 4.9%的激增年率 所以同時也反映到我們的股市場 所以那時候美債殖利率走升的同時 股票市場也是表現得不錯 這邊其實同向 那其實 剛剛提到1994年 那時候完成軟著陸 有一個背後的重要產業發達 就是我們的網路產業 那麼在2003、2004年呢 我們要看什麼 就是我們的AI AI因為在這個時候 其實它也帶動了股票市場的走勢 而且在未來會持續運用到 我們的生活 包括今天又有大家介紹我們的桌利 也是有運用AI的技術在去拍照 還有我們的AI離常用的活動 AI組也是用AI去做我們的交易策略 可以看到它運用的範圍是非常大的 所以這個AI的投資 也許有機會成為我們聯準會 達成軟著陸的一個因素 那如果說真的啦 美國聯準會預測接下來經濟會軟著陸的話 那股市還會往上漲嗎 這邊我要先講一下 軟著陸的情況下 美債殖利率要下滑 幅度就比較小了 那這個時候其實還是會對股市造成一些壓力 但是只要經濟維持正增長 企業獲利的就會比較正向一點看法 殖利率的修正反而 美債殖利率走高反而會造成本益比的修正 那對於股市未來來講 肯定相對來講會是比較正向一點看法 那但是近期就是要關注那個美債殖利率的走勢 好我們再來繼續看下一張 那再來就是美國第四季啊 因為經濟出現稍微降緩 那我們就會擔心明年會不會持續的下降 那我們就要注意啊 美國人只要持續的消費 因為美國人的GDP消費比重占非常高 剛剛提到明年的失業率是4.1 其實還是比較低的 如果美國人持續就業還是穩健的話 他當然還是會維持他的消費動能 那你目前市場 我看明年大概一二季會是經濟比較弱的時候 所以簡單來說啦 因為你剛剛我們有提到第三季的GDP是4.9嘛 但是如果明年好Q1 Q2是這樣子 經濟往下走 那不是不好嗎 對 可是它還是正增長 而且到了剛剛聯準會也估 明年會有1.5%的年增率 也就是說第一季第二季比較低 那第三第四季是不是有機會 所以你覺得經濟的曲線應該是Q1 Q2 這邊可能是會往下走 但是到Q3之後 經濟成長又來了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看一下聯準會的貨幣政策 對 最重要的來了 剛剛提到一二季經濟開始降緩之後 聯準會他不一定會降息 因為我們還有一個大魔王叫通膨 可是剛剛看到聯準會給通膨 明年底會到2.6的情況下 下半年通膨也許可能會出現比較大的變化 這時候聯準會就必須做他的動作了 就可能在明年的年中就會有貨幣政策轉向 所以以目前的利率走向來看的話 要降息應該就等到明年的6月囉 對 這個是所謂的貨幣的政策 利率的政策 給大家來做一個參考了 謝謝俊雄今天給大家的分享囉 那還有微型商品大家也可以參考 資金的門檻呢相對比較低 都可以來參與行情 謝謝俊雄 謝謝俊雄 威康